哈喽 今天是2023年4月18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fx4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国股市的周二震荡盘整 三大股指低开后一度全线转涨 但是呢最后都回到了平盘附近 三大股指的基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还是能够看出 尽管的财报季在刚开头的时候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算是有了意外的惊喜 但对于大盘情绪上来说 实际上还没有带来什么特别大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直播节目中聊到过的 周期股和成长股都面临的内耗问题 那说到成长股 今天在各股方面的有一份财报 很值得和大家来分析一下 那就是本周科技股的一个重头戏 流媒体巨头netflix的财报 那我们接下去就来看一看netflix最新财报 对于他们自身以及流媒体行业的影响 这也能够给下周即将集中到来的科技巨头的财报呢 带来一些重要的参考 先看盘后的股价 在季度财报刚公布的时候 netflix的股价的盘后一度暴跌超过了12% 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 netflix的股价呢 就迅速的收复了盘后的跌势 甚至一度转涨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呢 看得出市场对于财报的解读有着很大的分歧 那首先盘后的一度暴跌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在第一季度中 表面数据上来看 Netflix的表现的整体来说算是比较差的 先看收入 第一季度达到了81.6亿美元 总算是打破了连续两个季度环比减少的颓势 但是呢 同比增幅也只有3.7% 依然是很低的个位数增长 显示出虽然打击共享账号的行动初见成效 同时呢 推出的广告服务呢 也开局良好 但是呢 目前的大环境下 Netflix依然是面临着消费需求疲软带来的影响 收入表现的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差了一些 不过呢 每股盈利表现还算可以 达到了2.88美元 比市场预期的2.86略好一些 那净利润呢 也重新恢复到了13亿美元 比第四季度的5.5亿美元有了大幅的环比增长 但依然是不及去年同期的接近16亿美元 那整体环比下降的趋势呢 并没有改变 另外就是人们关注的付费用户数量 尤其是广告业务推出后的具体表现 那第一季度Netflix的付费用户总数呢 是2.325亿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2.33亿 净增加的用户数呢 是175万 明显要低于市场预期的241万 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对第二季度的收入和盈利指引呢 还要比市场预期的更低 同时呢 官方也预计第二季度的付费用户增加数量 只能和第一季度差不多 那可以看出 无论是第一季度的表现总结 还是第二季度的前景展望 这份财报都算是差的 也就难怪财报一公布 盘后股价呢 会迅速的暴跌 那为什么又会很快拉回来 那这份财报中有什么隐藏的亮点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个亮点就是 打击共享账户的行动出现成效 虽然说造成了拉美用户的减少 但好在拉美地区的收入呢 不降反增 这也是他们收入能够打破 环比连续减少的一个重要的帮助 给管理层呢 也带来了信心 他们也表态 会在第二季度呢 把打击共享账户的行动 扩大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地区 但目前来说啊 短时间内 Netflix的收入前景依然是不容乐观的 相信呢 这方面还是很难 给股价带来实际帮助 原因在于 打击共享账户的行动扩大后 是否会进一步的降低收费用户的数量 这里面有着不确定性 另外就是广告业务推出后 虽然管理层表示进展不错 但我们还是看到第一季度平均 每个付费用户带来的收入呢 是同比下降了1% 如果考虑到部分地区已经上调会员费 以及呢打击共享账户行动后 收入增速依然是处于很低的水平 这就会回到了我们之前担心的话题 虽然说广告业务能带来额外的收入 但如果很多用户为了省点钱 从更高收费的无广告会员版本 转为低价版的带广告的会员版本 那额外的广告收入能不能真正弥补 甚至要超过损失掉的会员费 这是需要更长时间去观察的 那目前看短时间内似乎不太乐观 那也就意味着此消彼涨 短时间内广告业务给收入带来的提振效果 还是比较有限的 这就会令他们的收入困局呢暂时难以突破 因此呢这次财报的最大亮点还是在盈利 更准确的来说是在现金流 Netflix每股盈利和净利润呢都有好转 而更重要的是现金流 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第一季度的Netflix的经营现金流正向流入了高达22亿美元 这是去年同期的2.4倍 是去年第四季度的接近5倍 自由现金流呢也流入了21亿美元 这是去年同期的2.6倍 更是去年第四季度的6.4倍 那光是第一季度给公司带来的经营和自由现金流 已经要比之前四个季度加起来的还要多 这无意就给公司的流动性带来了巨大的支撑 尤其是面对内容为王的流媒体世界中激烈的烧钱竞争的挑战的时候 这样的现金流表现呢就会大大增加公司的竞争能力 同时呢也展现出了虽然内容为王很烧钱 这也是之前人们普遍担心的地方 但Netflix这样强的现金流表现呢 反映出内容方面的现金支出可能要比公司最初预期的要低 从而呢有望帮助公司更好的控制成本 这也就会保护他们的稳定盈利能力 毕竟呢现在的流媒体行业中能够真正做到稳定盈利的也就Netflix了 这就是一个隐藏的现金流带来的信心彩蛋 再度呢显示出盈利和现金流才是这次财报季的主角 那这次的财报公布后能够凭借盈利和现金流的隐藏亮点 暂时撑住股价对于Netflix来说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至于呢还想要凭借财报再涨一波 我会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 因此综合来看目前的局面下 即便对于这家流媒体巨头感兴趣 最好的还是观望一下暂时并没有太好的机会 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是美国EIA的原油库存报告 看一看目前美国能源市场的一个需求表现到底如何 这对于能源股呢和能源价格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同时呢加拿大方面可以看一下新屋开工的表现 那美联储方面呢明天将会迎来他们的一个经济状况和皮书 我们可以看一看美联储对于经济前景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 这对于投资情绪呢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周期股的表现更是如此 另外呢明天芝加哥以及纽约的联储主席呢都会发表讲话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讲话是否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利率前景的看法 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市场的风险情绪 那在财报方面呢明天也有多家重磅公司呢会公布财报 其中就包括了像银行巨头摩根斯丹利 半导体设备生产商阿斯麦 油服公司贝克修斯 还有就是长期霸占每日成交量榜首的特斯拉 以及蓝色巨人IBM以及呢另一家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范林半导体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这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3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38财经APP 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